高雄沿城是外地游客最喜欢的旅游胜地之一 但三级警戒后大街上空荡荡 不复往日溶进 近屋依旧但却等不到游客来 昨日中央在疫情记者会宣布 微解封提到部分的户外空间 也将有条件的适度开放 应该要稍微解封一下 如果疫情没有那么严重 我希望是能解封 让一些做生意的老百姓 可以讨一口饭吃 做好防疫政策 你如果没有解封 你对在于那里什么 他在做生意的 没有一口饭可以吃 这个消息一出来自各方 不同的意见满天飞 对摊商来说 冷清已久的街道 终于可以再现商机 但对民众来说 空间开放之后 无疑也是增加病毒传播的风险 两方立场不同 想法也不同 原层是一个观光小镇 虽然现在13号以后要违解封 但是还是一样是三级疫情管制 百姓一样要保持安全距离 然后口罩一样要戴 然后一些饭饭店 尽量还是要外戴 尽量也不要共识 到底因为疫情还没完全解封 所以安全距离 就是口罩一些防疫授施 大家还是要尽量做到 疫情对许多产业造成冲击 同时更是深深影响人民的生活 大家都在期待病毒远离 完全解封的那天到来 这里呼吁大家超会连难一下 还是要把这个防疫措施 还要做到彻底 26号的时候 可以完全正正的全国 达到那个大解封 让大家回复正常的生活 离市长也鼓励大家 再撑一下做好防疫的措施 很快就能回归正常的生活 接着张世民林嘉义高雄报道